不看到大名小匠的骗球燃失位了 门前两位雷奥明星队的队员 将直接面对门将 这个失误很危险呢 就这 就这 铁罐呢 这个位置 我想接下来射门 你看明白了吗 你有在看吗 这是哪 这是首区 说你是分的呢 就是接到球 然后呢我往门后走 在门后观察 要是他们从右转来 我就往左边走 常跟走在房 没有看39号 应该把他压到那个墙角 然后把球给断下了 就是我应该看后面的人 他应该要上去抢 一个一个梦 飞出了天荒 一身一身上 大兵小将的最终站 进入最后的48小时 倒计时 即将迎来 终极战的冰球小将们 来到长城脚下的 古北水镇 在这里 有一位特别的大姐姐 将和他们会合 为大兵小将的最后备战 准备了一系列的助力活动 这里 这里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谢南 之前一直在看大兵小将 今天我来呢 是有一个小任务的 你们看那边有两个座位 看见没有 我们就聊天 聊点好玩的事 比如说关于千玺哥哥呀 你们的雷爸爸呀 好了 接下来要开始 我们的聊天时间了 好 我们第一个来问问王子 雷爸爸和千玺哥哥 两个人来选 谁更帅 那肯定是千玺哥哥的 真的是毫不留情 但我能感觉到 你们跟雷爸爸的关系都挺好 你们都挺愿意跟他开玩笑的 对 我觉得他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 他花冰很搞笑 我觉得能看得出来王子挺自信的 那你觉得在队里面这么长时间 跟小伙伴们相处 对你有改变吗 改变就是我算比较大的嘛 可以多照顾 照顾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当大哥的感觉特别好 是不是 那他们听你的吗 好像没有吧 那马上要跟俄罗斯的 冰球小战队打比赛了 你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如果在冰场上碰到了 比较困难的状况 你要怎么办 要克服下来 不能放弃 只要不到最后一秒 不能放弃 请坐 习惯当队长了吗 习惯了 那你怎么还这么害羞啊 应该一说队长好 就应该一挺胸口说 你们好 你跟他们相处这么久 你觉得雷爸爸和千禧哥哥身上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地方吗 千禧哥哥有一个很小的小点就是 我们都想让他唱歌 然后他怎么都不唱 不唱过吗 那你说说雷爸爸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 他经常对我们笑 那千禧哥哥做过什么让你感动的事吗 他让全场的那个观众给我唱生日歌 三二一 祝福快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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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楠姐姐好 哎呀 喊我小楠姐姐呀 雷爸爸 是不是比你们孩子 还淘气的一个人 我觉得算是吧 就是 比较严肃的人嘛 就是比较严肃的人 那每次比赛完了 你看到 比如说你们拿到好的成绩了 然后杨杨哥哥笑了 你会有什么感觉 高兴呗 因为杨杨哥哥笑的话 是比较不容易的嘛 小楠姐 在队里面人缘听说特别好 是不是 嗯 那如果是千玺哥哥跟雷爸爸 跟谁的比较 雷爸爸 怎么个表现法 就是有说瞧我脸 你没说你长得是垃圾小薰吗 不是 我还要瞎一下 雷爸爸 千玺哥哥 谁更可爱 都多大岁数还可爱 ؟ 千玺哥哥 千玺哥哥 我想问一下 雷爸爸到底欠缺在哪儿了呢 他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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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peripher 如果要想给你们加油打气 我最希望他们俩做点什么 拉拉拉对 谁唱歌谁跳舞 天使哥哥唱歌 然后雷爸爸跳舞 那雷爸爸跳什么风格的舞蹈呢 芭蕾舞 他们俩同时掉到了河里 你们只能就一个 就谁 天使哥哥 都是天使哥 天使哥哥吧 你就谁 点兵点将心 还有这种操作 天使哥 你等一下 你是认真的靠这个 点出来的天使哥哥呢 那边天使哥 那边雷爸爸 明白了 反正最后上岸的都是天使哥哥 这水里的就是雷爸 是吗 因为雷爸挂太多了 挂太多了 身材大了 好饿 乖爸 可怕 谁技术比较好 天使哥哥 谁帅 天使哥哥 谁最可爱 天使哥哥 雷爸爸 雷爸爸和千使哥哥 你跟谁关系比较铁 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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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雷爸爸 对 雷爸爸得两分 可以 他变上技术不怎么好 他脑子倒是拿好的就是 特别是雷爸爸 工作也太多了 你希望他陪着你们一起吗 希望 希望吧 雷爸爸 他跟我接触的很少 多接触一点 如果在比赛之前 想让你们跟千使哥哥 或者雷爸爸提一个小要求 有什么小愿望想满足吗 那给我系过冰鞋带 没系过冰鞋带 但你这个愿望没有告诉过他们吗 不好意思 你不说 他不是爱撒娇那种 他们很辛苦 每天 倒也知道 哎呀 还知道 但是就管顾自己是吧 该闹闹啊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刚才你们提到的 两位重要人物出场 哎呀 雷爸爸 哎呀雷爸爸 哎呀雷爸爸 懵了就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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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哇哦 还有水晶血 哇塞 我把你换个 我把你换个 好的 好算了 等一下啊 你换个点蟋吧 我把你换个夹裤子 夹裤子 夹裤子 这都是我的 这个红色 红色的跟大家不太一样 你看 我还不是一样 所有人都穿黑色 你一个人红色 那太跳了 王子 帮我记下呗 行 我记不上了 记不上 我太胖了 记不上 不疼吧 勒的 不疼 你这胖的 快 你穿你的王子 快点 你咱进了 你记不上 是你一样 是我的 这怎么记不上呢 我看 你别到我看 能不能摔着 收腹 一二三 这不行 谁的 不是你的 那快快快 那边 你就穿个秋裤这么溜的 对 拿开关 我那样一个立衣服呢 我的衣服裤都不行 好帅啊你 没有 赵建平是穿过西装吗 没有 第一次穿西装了 抬头 第一回看你们穿正装 还真挺帅 一会儿记者来采访 告诉你 你们可是代表大兵小将 代表大兵小将 都有礼貌一会儿 知道不知道 嗯 回答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们就说不知道 对这个俄罗斯的队伍 有没有信心能赢 能 有 有 有 没有 有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我打过俄罗斯队 咱们队是十六比零 如果说预计一下比分的话 你们 我们是军队 二比三 真的吗 对 我觉得我们能赢 但是我们可能只是小分差一点 他说是六比一 你们铁罐 铁罐 铁罐 在打这次比赛之前 有没有对俄罗斯队的小朋友们 进行一些准备和了解 我只知道 他们很厉害 他们很厉害 俄罗斯小朋友好像是 他们的传球控球 包括滑行速度 其实 滑行速度 没有 对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快 他们俄罗斯那边教的是 更倾向于身体冲撞 对 所以他们跟加拿大那些 这个控球 这个球杆上的技巧不太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一 我们一拿球 就得被他们撞倒吧 所以我们尽量要多传球 多控球 林安逸 你觉得打败俄罗斯 并球小将队有信心吗 有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 我的信心 来自 来自于我们大兵小将队的整体 团队配合 但是我不太放心的 就是雷爸爸乱喊乱叫 乱喊乱叫 不是鼓励你们吗 喊的都是错的吗 对啊 我什么时候喊错了 我都是加油给你们 我拿你们没辙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请出大兵小将经理人 易烊千玺 全能领队雷佳音 著名教练金凤玲 还有我们的小将们 闪亮登场 有请 大家介绍一下潘思妍 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非常出彩 非常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位小选手 准备好了 要跟大家 聊聊决心说两句了吗 好 别不好意思 拿出稿子来 尊敬的领导 媒体老师 大家好 我是大兵小将队长潘思妍 第一次去长城 也是第一次开发布会 能作为队长发言 我感觉很骄傲 今天能代表大兵小将 在这里发言 我很开心 之前的每一次比赛 我都认识到自己 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 我们会把之前的成绩 当作一面镜子 提醒我们 激励我们 谢谢大伯家 不容易不容易 我们队长平时是个 特别腼腆的人 刚才你跟娜嘉表了表决心 我们也问问首发阵容 其他的队员们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俄罗斯小将们 你们就放马过来吧 我们一定会赢你们的俄罗斯 我觉得因为我是中锋 我得在冰场上面 多在门前 还多看人 如果有两个人下底线 去抢 我得帮我去抢 教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笑呢 他说战术吗 我是首发后卫 我一定会严防死守 一定不会让对方进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 这个刚才我们首发阵容表的决心了 那今天我们其实所有的大兵小将们都到现场了 我们也给媒体朋友一个跟大家近距离提问的机会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媒体提问时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提谈家的记者 想问李承言副队长 大家都说你是因为萌才当上副队长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 虽然我是萌当上副队长的 但是我还是会努力打冰球 展现给你们看的 哇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让你也上场参加比赛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会努力不会松懈 要和队友好好打配合 谢谢 哇 特别有副队长的风采 是不是由衷给李承言鼓鼓掌好吗 还有朋友问题吗 还有吗 还有吗 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些小朋友们 还是特别天真烂漫 但是一个细节能看得出来 他们已经具有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素质就是 从开始发布会到现在 他们其实穿的衣服都特别单薄 可能比现场参加我们发布会的记者朋友们还要担保 可是没有一个小朋友说 我冷 我坚持不下去 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坚韧的精神 有这种忍耐力 他们会在球场上取得 他们应该得到的成绩 不论输赢 他们都是我们心中最棒的大兵小将 对吗 人生气 快三一 大兵小将 加油 加油 大兵小将队即将迎来最后一战 也是这支球队成军的目标之战 为了能让兵球小将们能更好的备战 经理人易扬千玺 这次请来了几位超级助教 俊杰哥哥好 孩子们 现在我们请来了四个特别厉害的大哥哥 我们给你们进行一些专项的一些更厉害的培训 我们根据四位哥哥的这个站位特点 然后一些技巧 把你们分成四组 就是我 他在训练方法很有趣 我们都很喜欢跟他训练 训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能蹲低 然后不要摔倒 不要怕别人撞 走 对清清 开头往中间看 压步 开头往里看 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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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开始拉射 最后把球放在身体的中间这个位置 是吧 拉射 今天因为时间短 教他们射门 在他们的年龄应该是 合体力量前面好 尤其是腰 射门可能会更好一些 动作快点 说会 手门反应一定要快 该挡球就该挡 然后该舞的就该舞 王昊宇 往里看舞 四位来自直野冰球队的 大哥哥的针对性训练 给孩子们的备战 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面对即将对战的强劲对手 大兵小将们 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训练结束了 赵家前练非常好 今天特性最多这里了 祝各位小将们 球季666 健康999 争取的明天比赛赢得胜利 你们即将代表中国少年 跟俄罗斯少年 进行一场友谊赛 希望你们能把今天练习的内容 运用到比赛当中 期待你们能有一场胜利 为了更好的备战来自俄罗斯的球队 孩子们将先进行一场特殊的内部训练赛 希望大兵小将的队员 能够在训练赛中演练战术布置 克服以往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大兵小将 加油 加油 请北京冰秋联队的各位小朋友们 一一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是曾经九比零 打败你们的飞熊灵酒红队 球基本就是飞熊灵酒红队在控制的 我们是一定会赢的雪狼队 我是你们赢不了的中冠村二小队 是厉害 打 我是不会让你们进球的威龙队 能将今天表现真的不错 原来大兵小将要面对的 是由以往对手中的各路精英选手 组成综合实力超强的队伍 面对这只异常强大的对手 大兵小将的小队员们 你们可要打起精神了呀 现在比赛中式开始 没有射门 三场队现在跟得很快 对方非常就是高非常爽非常厉害 但是我也不放弃了就是要看着他 尽量连告诉我哪怕队众那么强大 我们也得拼搏到最后一刻 我们在进球球的时候 我们在进球球上 对方才有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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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府中勇砌 切开会了 快点 我们的空格在最后一场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对面的所有精进场朋友 前前对我们打击小小的 打击跟鼓励 希望所有小小的我们 最后在这个英雄的道路上 越大越好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 对我们打击小小队 这些地方努力的办法 李阿姨 你今天已经打得很好了 希望你明天打得会更好 妖鹏 祝你们打赢俄罗斯队 潘子姐很高兴 在跟你打一场比赛 祝你们赢得接下来的比赛 为中国争光 人献起 泰山礼 大兵小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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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咱们今天上午打了一场比赛 虽然结果不太好 但是大家其实不要气馁 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你们的时光里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 觉得失败挫败 或者觉得困境的时候 我们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先大头说吧 有一次有这个队里面有三个人给我传球 然后三个球都没接着 然后我下场我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有三个球我都没接着 哪怕接着一个呢 而且我还站在中间 这是你长这么大最难过的一件事啊 你的人生很幸福 好 王子 我呢就是第一次打比赛 然后我们最后零比十六输了 我就一直在上面晃晃晃晃 就是一个球都没碰着 然后呢下场的时候 感觉很难过 觉得自己 应该多加强一下 然后我就多训练 然后最后 第二次还好多了 你们又除了冰球场上以外的 你们在自己学校里面 学习生活里面 我钢琴有一次没当好 我的钢琴老师一脚给我踹地的 你们别笑 非常长的 都得说一说吧 林安逸你说一说 你能不能说 我不说 没有吗 李安逸很成功 李安逸很成功啊 没有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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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姐你说一说 没想好的 什么没想好 继续说一个 起立 我问你 你哭得最惨的一回是什么 因为什么事 哭得最惨 觉得哎呦今天过不去了 就是这个活不起了都 没有啊 王仁彤 你骗人 王仁彤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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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安静 就是王仁彤走那天 王仁彤走那天啊 对啊 王仁彤走那天啊 我们静会儿 我们静会儿 别哭了 小小浪你没有吧 坐好 王仁彤坐好 孩子都太幸福了 同学们 我们听听金教练讲一下 好不好 好 你们不想听千玺哥哥讲吗 不想 不想 雷老师不想听吗 雷老师不想听吗 雷老师不想听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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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举手 雷老师的 天玺哥哥的举手 想听的 想听金教练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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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这样啊 咱们安静啊 听金教练讲一讲 到底什么叫失败 失败了以后呢 又该怎么站起来 好不好 好 好 因为有一个人说话 我就不讲了 而且眼睛全部都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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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要从 那一年月黑风高 把他拉黑 不不不 好好好 专注专注一点 我讲一下是在 2004年 我们要进军2006年的冬奥会 都盈冬奥会 那一场比赛是跟瑞士 争最后的一个名额 这个名额是参加 泽哥赛的名额 那个时候的 中国女兵的这个实力呢 其实在世界 应该是排前五名之上 在世界上 我们不管是在友谊赛也好 还是在世界大赛的 也好 基本上呢 就是赢的这个比例是 八二开 就是我们占大部分八 那么瑞士可能占二 就可能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时候 就不管是新闻发布会也好 还是就是说 在各个队的那个平时训练呢 还有状态也好 都是很放松的状态 因为这个比赛是十拿九稳的比赛 我记得在比赛之前 我们还有出去去照相 然后还有玩 好多 就跟你们现在状态一样 非常懒散 我记得到下午的时候 比赛还开始了 2006年杜林冬奥会 女子军队四格赛 C组第三赛 首都体育館拉肯的战盟 中国队七比一 战胜法国队 取得了首场比赛 女子军队四格赛 C组比赛 又赛有人 中国队以十比人 大分较的队手不微队 中国队加您战千分赛 最后的队手瑞士队 由于竞胜球 比对手多七个 只要打平 即可进军奥会 从第一局开始 比赛就开始打得很胶着 在第三局的时候 在场面上没有处理好 我们2比2追平了 当时的局面就是说 只要打平 我们就可以进军奥运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比赛 我们心里有底 所以我们知道 这场球肯定能拿下 虽然2比2比赛很胶着 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数的 当时场外的肩表器的这个人 没有及时地按表 所以当比赛结束的时候 他表还是在走 这个时候 对方的主教练在找裁判 说我们比赛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你们把表要停住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上面明显还有显示有三秒 我们其实找回来三秒就可以 但是场外的裁判 直译说还有十秒 记得那个球是我针的 我把球针了回来 这个球就是各种的机缘巧合 打到了对方的后卫身上 球落地了 这个后卫他没有想太多 因为你没有时间想太多 就拿着球就往门前一打 其实就是一个远射 球进了 当时在看秒数的时候 还剩三秒 他们在欢呼 赢了 他们直接进军奥运会 2006年的都立奥运会 瑞士队是在从那一时刻开始 他们的冰球一直在往上坡路走 我当时的状态就是眼前一片 一片空白吧 说实话大家在说什么 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都听不见 今天晚上在冬奥会 女子兵所预选赛C组的最后一场 销量当中 中国女队2比3 并于瑞士队 在冬奥会四个赛中 最后一场是以2比3 输给了瑞士队 失去了进军度领冬奥会 这件事是对我 在我 人生当中 是我的一个梗 是我的一个结 是我的一个伤疤 很难受地去说这件事 很难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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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人生 最大的一个挫折 因为你们不知道 可能你们 每次上课也好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运动员 确实很苦 我们都是 早上起来 然后刻苦地训练 每一天每一天 都是这么重复地在做 所以那个时候的 我就是 想我马上要转业 只是 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 不好意思 就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好多人都离开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队里就剩下我 孙瑞 就是你们在昆龙公星 看的那个主教练 大家好 我是国家女子兵球 俱乐部队孙瑞 然后还有一个王立诺 就是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你们都不知道 那年过年是怎么过的 我们互相都不说话 然后默默地穿上装备 日复一日地去训练 最终我们在2008年 在上海 在上海 我们在不是很有能力 去进军奥运会的情况下 我们拿下了奥运会资格赛 昨晚的上海呢 是属于中国女子冰球队的姑娘们 因为她们在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的冰球资格赛当中 在取胜才能晋级的情况下 在上海2.0击败了日本队 在时隔8年之后 中国女子冰球队 将重返冬奥会 拿走了2010年冬奥会 最后两张入场圈中的比赛 就获得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姑娘们 队员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们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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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奥 我们回来了 我们可以做到 那个时候的训练强度 和教练对你的这个严格要求 就像今天我对你们一样 所以说 我希望你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一定不要想着去放弃 勇敢地去迈出困难的一步 好吧 好 想到这样好 虽然今天有时候对我们很凶 但是我知道他为了我们好 他想让我们冰奥打越来越好 你老退什么呀马医松 你不是一家射手吗 挑了吗 教练对我最好 他说我次数很多 长大我就知道我会恨 对我温柔的人 铁罐你可以不用上了 你可以直接给我下去 哎 你们现在打的那么紧干什么呀 你们来娱乐呀 这是娱乐吗 冰球不是这么打的知道吗 动动脑 好 孩子们 给你们分享这么多故事 是希望你们以后 在遇到挫折 遇到这个失败困境的时候 能够心里有这个信念 能够坚持下来 这是我们这次分享会的这个目的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